大家好 我今天又收到了一个包裹 就是在网上买的一颗兰花 这个快递的包装整体还是不错的 兰花就在这里了 我们拿出来看一下 还是这种报纸的包装 它原来把这个也折起来了 这个叶片不知道会不会折断 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叶片没有折断 根还是非常的好 这里有一二三四 四苗 四苗兰花 这一苗是新长出来的 非常的粗壮 这个兰花整体的品质还是非常的不错 根也不错 这些根还是很长的 这一颗兰花据说今年就可以开花了 因为这个有四苗 四苗兰花是非常容易开花的 整体是非常的不错 这里大家看一下 长了一些新芽出来 小小的新芽 那么这个根也是亮的很软了 像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给它上盆 最好我们再往上买兰花 用多净点给它浸泡一下 因为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带一些病毒 我们买回来 一定要看一下叶片有没有折断 或者这些蓝苗有没有受损 如果受损的话 我们可以给它分下来 如果没有受损的话 我们就可以一起上盆就可以了 整体来说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这一颗兰花 那么等一下再给它浸泡一下多净点 浸泡之后给它晾干 我们再给它上盆 有一时间的关系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大家想要购买兰花的话 大家最好是买三秒到四秒左右的 这种的话非常的好重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